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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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以后我再没有快乐起来的理由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 你的美丽让你带走 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 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 今天咱们主要就聊一件事 聊一聊呢 这中国杯 然后呢这国家队的新名单公布了 今儿呢在网上呢也是掀起了 感染大不是 渲染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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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主要原因呢就在于 这份名单呢是比较奇怪 确实比较奇怪 以至于呢这名单公布之后啊 全国有百分之六十三点七二三九六九七六的朋友啊 看到这个名单之后啊 第一个疑问就是 这名单里边除了严俊龄以外 谁还是守门员 为什么呢 因为这名单里边 确实有很多百生的 不是陌生的面孔啊 陌生的 尤其在守门员这位置上 似乎呢 并不是说很多的球迷 都能够分清楚 这二三个人里边 到底呢 说除了严俊龄 还是 还有几个守门员 是谁啊 所以这充分表明呢 这份名单呢 确实呢 比较的出人意料 比较的出人意料 那么咱们先说吧 这份名单呢 针对的呢 是中国碑 这个中国碑啊 当它立象之时 确实呢 给人感觉呢 呃 在中国其实并不缺少赛事 缺少的呢 是高水平的赛事 中国人呢 这个口味已经被提高了 说想当年呢 说1978年79年啊 说美国宇宙对来 啊 贝利啊 贝肯鲍尔那已经是火爆 滑下神州了 因为当时呢 虽然说贝利和贝肯鲍尔都属于足球生涯的这个球员生涯的牧民 但是毕竟呢 是有着非常 呃 广大 呃 这样的一种影响力 所以呢 他们的到来呢 让中国的当时的球迷 啊 那个时候呢 我就很小 可能有很多朋友根本就没有 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你 啊 呃 也是能够感受到呢 这种世界足球巨星和中国足球之间的亲密接触 那么后来呢 呃 你要说八十年代呢 中国也办过长城碑 这个长城碑啊 当年应该说 影响力是蛮大的 为什么呢 一个呢 就是他给人感觉呢 这个分 呃 好多队来 全世界各地的 什么美洲的欧洲的 包括非洲的啊 非洲哥们 啊 呃 然后呢 包括一些啊 看上去呢 也有一定名气的队伍 呃 呃 当时呢 我记得这长城碑啊 每年一度 你说是八个队也好 十六个队也好 还分好几个赛区 啊 最后呢 能还打决赛 当时呢 这个 像 呃 在长城碑上 中国队应该讲的 也是有个不错的表现 啊 这样的赛事后来就 无疾而终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随着职业足球的这个广泛的普及和开展 其实呢 这个职业足球呢 已经是覆盖了很多的比赛 呃 为了俱乐部啊 再加上国家队的一些比赛 实际上已经没有太多的球队啊 能够万里迢迢来到中国来比较长时间的来打这样的一个比赛 所以长城碑呢 就算 寿终正寝了 我们小的时候呢 都看长城碑 呃 当然当年有一支队伍叫波兰卡托维斯矿工组就对吧 现在到底有没有都不知道 反正那那时候呢 确实给中国球迷呢 带来了无限的这样一种身亡 啊 那么再接下来就到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四年九五年呢 中国职业联赛开始 呃 当时呢可能邀请队伍过来也不是说很很贵 所以呢像AC米兰的阿森纳呀 什么巴西什么格雷米奥啊 类似的这些乌勒规佩纳罗尔啊等等 这些队伍呢也都桑普多利亚呀 欧洲的这些豪门也都呢来打这个商业比赛 那再后来呢 就随着这个中国这个市场被不断的开发 啊 然后这个你像黄马啊 黄马中国行巴萨中国行 拜仁中国行啊 乃至于国米AC米兰的这个米兰德比等等吧 也都是入主了这个中国啊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职业这个商业足球比赛的这个市场上 也是呢呃比较红火当然一般来讲我我听说呀像最近的一些比赛只有两场比赛是赚大钱了啊一场呢是米兰德比这是百分之百赚钱了啊 因为我记得当天晚上呃鸟巢比赛结束之后散场 我没看啊 我开车路过那个鸟巢那附近就看满大街的都是国穿着国际米兰球服的球迷 还有AC米兰这对付的这球迷啊他们分散在秒朝亚运村啊这边这附近的各种情人旅不是各种这个旅馆里吧啊各种旅馆里吧呃 但是呢不得不说呢就是人们真正关注的呢还是国家队的IP 为什么说世界杯欧洲杯呃可以讲的是最大的这个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这个体育赛事呃你像欧冠你觉得好像看的人不少或者英英英英格兰联赛英超看的人不少其实啊没那么多人真没那么多人啊我是解说我知道啊呃那么国家队这个比赛 他会让人觉得呢好像是代表着一个真正的一个国家来比赛 这就是为什么说有很多中国球迷其实一辈子就看两个比赛一个世界杯 完了呢一个欧洲杯 甚至有大部分球迷就看世界杯 说平常什么预选赛什么什么欧冠什么英超德甲一甲什么西甲这那的 根本不看啊就看这世界杯 看世界杯过瘾 王健林 至于中国足球啊 就有点呢 就是怎么说若即若离吧 想当年呢在万达呢 他也是创造了万达的这个 呃 这个王朝 后来呢觉得就是干着没劲 对这个中国职业足球啊 这个没那么大兴趣 把这盘子甩了 啊 这甩不了紧甩给这个悲剧人物啊 现在已经没了 那么后来呢给人感觉呢 王健林呢对中国足球已经彻底失望了 就基本上不得了了 一聊起来就是 就是怒气不争 吧 就是大傻子在玩中国足球 有时候有时候给人给这感觉 但是呢 后来呢 可能这个王健林呢 也发生了一些这个心理上的微妙的变化 可能也是根据啊 这个方方面面的情形啊 啊 你不论是这个政治大潮啊 呃 这个动向啊 还是说是某一种这个商业啊 呃 市场啊 等等 你会发现呢 这个王健林呢 他又向中国足球呢 一点点靠拢了 嘛 王健林呢 就不想再搞职业队了 嘛 因为曾经说过这个话 说过就怕泼出去的水 是吧 就不想说自己食言 但是呢 在国家队这层面呢 王健林想搞点事 想干点事 为这个中国足球呢 给人感觉呢 在贡献一份力量啊 那么接着呢 就是王健林出钱 因为作为资本家呀 咱们说起实在话 我们和资本家最大的区别 就是资本家比咱们有钱 啊 比咱们有钱 至于说这社会责任感呢 这事呢 你我可能都有 但是我们 我们体现 不会很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责任感 往往得通过钱来体现 或者就不挣钱 或者是赔钱 来体现社会责任感 你要说这个中国企业家 应该具备社会责任感 这事是共识 对不对 那每一个人也应该有 社会责任感 对不对 但是你说 像像你我这样的 说咱们体现一下社会责任感 你说 你就说想体现 拿什么体现 对吧 就是 不是很容易 我一共上过两到三次吧 头条 其中有一次就因为我体现了社会责任感 因为我给中国女族的这个东迅呢 我捐了三百斤牛肉 因为这个事 那你说三百斤牛肉是不是钱 是钱 你要说我写篇文章 我呼吁中国女族应该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 你说能不能体现社会责任感 其实也是 但是呢 能上头条吗 上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光喷来 你光写东西 没出钱 不行 明白吧 你社会责任感 必须得通过钱 来终极体现 明白吧 那么这个王健林呢 就是帮中国一把呢 王健林就瞧不起中国教练 可能以前中国教练伤过他 反正总而言之呢 王健林认为呢 只有外交才能救中国队 这是王健林的看法 所以王健林出钱的把这卡马桥给撸来了 你要说卡马桥啊 这名声真的是可以 说除了激动的时候流点汗啊 叶窝有点湿润之外啊 其他我觉得没什么毛病 人家执教过黄马 人家执教过西班牙国家队 那你说这教练 你上哪找去 对不对 然后给弄来了 弄来了之后 你想作为中国足协 这衙门 你先甭管它是 是是是是 是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机构吧 但是你作为一个 这个并没有说当时啊 当时没有太多经费的一个机构 说有人愿意出钱 给你请来外交啊 那你想想 要换成你我是中国足协主席 那也必须奉为神明 对不对 所以呢紧急之下呢 把高红波就给给给给弄下来了啊 卡马桥上任 你要说卡马桥呢 这事的 就卡马桥确实在中国是失败的 但你要说这事 说把这锅扔给王健林 我认为呢 不是很客观 急了王健林 再给你唱一首假行僧 我觉得这不是很客观 从王健林的角度来讲 他肯定在当时 他是迫切希望 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 付出的这个 巨大的资本 然后呢 请来一位好的教练 然后把中国足球带进去 这初衷 这是王健林的初衷 但是最后呢 是无疾而重 这个王 这卡马桥呢 也是黯然下课 最后还打了一些官司 最后反正应该是 拿了不少钱走了 王健林这就算赔了 王健林算赔了 但你要说作为王健林 说赔这钱都不算钱 都不算钱 我曾经啊 认识一个城市的 一个万达的一个总经理 这哥们给我讲 讲了啊 在全国各地都有万达 那每天呢 都会把这个万达这个广场 商场 万达广场啊 这个各地的万达广场 他都会统一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是什么数据呢 就是人流 客流 你要说一般的客流 怎么统计呢 是吧 你说我去万达广场 完了 你说今天你这有15万人 完了 比方说天津15万人 西安有12万人 上海有35万人 广州有7万人 他这怎么统计的呢 后来我才明白啊 就是他在这个万达的广场的 这各个进口啊 他会安装一个仪器 这个仪器 这个仪器呢 就是扫人头 扫人头 就是你你进一个人 扫 他就自动记录一个数据 自动记录一个数据 扫进去了 扫 一扫 二 扫扫扫扫扫 五六七八 对 这么着 每天呢 他就有一个联网的一个系统 说你这城市 这万达广场 你能进多少人 后来呢 就是有 有一个地方呢 这万达广场啊 就是 就是 总觉得数据不对 总觉得数据不对啊 说我们这每天 真的 真能来个几万人 可是怎么往 总部一报的数据 怎么就几千人呢 说这个是不是机器出毛病了 然后就检查 维修 没毛病啊 这都是三包啊 啊 这怎么会 怎么就不对呢 是外星人吗 我这么一说吧 大家都有点含糊了 你明白 啊 翻车了吗 没翻车吧 那 好 这有有这个技术人员啊 说这个 这 你甭管是什么技术吧 反正总颜知 说这 这 呃 呃 宁夏的首府是 银川吧 就银川万达广场 不对 咱们这数据都不对 啊 后来呀 就是经过专业人员 反复的 考考量 实际的去 去观察 然后去 去去摸牌 最后发现呢 去 问题出在哪呢 问题出在啊 这个 这个当地的 这个 因为宁夏呢 是回族自治州 对不对 呃 回族的朋友呢 他喜欢戴一个小白帽 啊 小白帽呢 通过那个 摄像呢 他不计数 啊 他不计数 你想 那 大部分呢 人家都是当地的 人家回族朋友 人家 人家去这个 万达广场 去逛一逛 结果呢 因为他戴这个 小白帽 他就 不计数 啊 这个你说 就弄的吧 就是就是非常的 这个 就尴尬 很尴尬 你看 你看我现在 戴黑帽 我就戴黑帽 我现在去 万达广场 我进去 一个 一 二 三 四 啊 这么意思 因为 因为我为什么戴黑帽呢 因为 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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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 那个 坐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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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坐坐坐 来来来 来来 坐坐坐 啪啪啪 坐坐 哎 没事 没事 啊 跟你没关系 好吗 啊 好 坐坐坐 就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主要原因呢 就是这个 有 我就1996年的时候呢 我去这个 天天津 我去天 我去天津呢 呃 因为当时呢 我呢 在在这个 呃 北京啊 就是 球迷朋友还比较了解我 到了天津啊 人家没什么 不不太清楚 谁是谁 然后呢 我呢 就跟着北京官队吧 我随对记者 我随对记者 然后我呢 就进了天津的民园体育场 啊 去了天津的民园体育场 然后进了天津民园体育场呢 然后 这天津的朋友啊 他不就是 呃 他不就是这个 呃 知道我那个 是北京来的吗 是吧 是北京来的这个记者 然后他们就看台上就一起喊 啊 一起喊 我当时呢 是戴了一个这个帽子啊 黑帽子 他们一起喊就是 一二三 戴黑帽子 那个大傻傻 戴黑帽子 那个大傻傻 啊 骂了 骂了 所以 这是这是过往的一段事啊 我完了呢 这个 我说这个王健林的啊 王健林呢 就是 作为这个 首先来讲 他是企业家 企业家呢 商业啊 必须有商业眼光 另外一个企业家呢 还要肩负社会责任 对吧 那么 第三一个 就是从足球的角度来讲 现在 我说了啊 政策导向 资本流向 都是流向着足球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 说王健林 因为卡马桥这事 金盆洗手 就永不再沾 中国足球 你想象不到 啊 你说马云 什么许家印 什么张进东 啊 什么这 这都已经开始 这个玩 玩接触足球了 说王健林 不不玩 不 说只玩马径 啊 这只组织点这个 中国的少年球员去欧洲 这事儿 没人知道 山高皇帝园啊 是吧 巴肝打不着 所以呢 王健林 必然要在这层面布局 这是肯定的 你像阿里体育 百度体育 基本上都都都都快 那什么 就体育这一块 现在太热了 那王健林万达体育 可能也也得玩点事 玩点事 玩什么呢 第一 中超广州恒大 已经是马云给弄了 你说你在这 你弄谁 王健林 你说你 你弄哪个 哪个中超球队 你弄完之后 你在球场上 你拼不过恒大 是吧 你拼不过苏宁 首富有了吗 没了 明白吗 所以呢 王健林肯定不会跟他再玩中超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海外布局 已经布了 马静了 对不对 马静这队可以了吧 除了黄马巴萨就马静了 西甲 对吧 那马静也是这个欧冠常客 甚至呢 有个不错的成绩 而且这个队伍呢 在中国 虽然说那个球迷 没有这个黄马巴萨那么多吧 但是呢 马静还是深入人心的 海外已经布局了 然后又整了一拨这个年轻的孩子 扔到欧洲 玩 但是呢 实话讲的 那个出菜呀 时间比较长 短时间内啊 见不了笑 那么王健林 玩什么呢 啊 你说青少 清训 青少年足球的培养 已经有了 国家队 教练请过了 中超 曾经 这个职业足球玩过 不想沾了 没什么地儿了 没什么余力了 玩一中国杯 啊 玩一中国杯 万达直接 这跟国际足联就接上鬼了 对不对 万达这国际足联接上鬼了 所以呢 一般来讲 在中国有时候做事啊 咱们不说崇洋媚外 但是不得不说呢 你要想做大 有的时候还真得跟国际接上鬼 那为什么呢 中国人 有的时候他确实是比较认这个国际标准 你弄个家具什么的 是吧 你弄个什么 你看家具什么的 好多名字 打粉底 你听着 多火呀 中国品牌 是吧 反正总而言之呢 这最后呢 就走上层路线 玩高大上 马云呢 已经 已经把这试剧杯给灌名了 阿里巴巴试剧杯 虽然说这试剧杯 坦白讲 真不值那么多钱 早年前丰田杯 灌个名也一百万美金 现在横着四千万美金 这真不值那么多钱 但中国人就说呢 你丰田不玩了吧 我给接过来 接过来 这国际足利还真是考虑呢 说这 给不给他呢 要多少钱 能能弄个三千五百万欧元灌名 咬着牙说的 三千五百万灌名费 行不行 有点含糊 觉得阿里这边得砍个架是吧 别把人吓走 阿里说没事 再给你加五百万 行吗 那么马林 不是马林的 那马云手上人有试剧杯了 蒙建林说 我弄个世界杯行不行 后来冷静下来发现不行 因为这事儿确实自己先玩不了 怎么办呢 那得独立的再创造一个新的IP 这就是中国杯的由来 中国杯呢 咱们实话讲呢 先打通国际足联 试图呢 想把它弄成了A级的比赛 但是感觉好像 我印象当中是没劈下来 为什么劈不下来呢 为什么呢 是因为呢 这比赛的时间呢 造成了这些队伍 很难说有一个 这个非常完整的一个阵容 这中国杯 首届中国杯的消息出来之后 大家开始畅想啊 第一 智力 哇塞 智力 差点把梅西给弄退役的那队 百年美洲杯冠军 在南美也是巴西 阿根廷 接再往上走就智力了 当年萨姆拉诺 萨白尔是吧 不是 萨姆拉诺跟萨拉斯啊 双萨组合 给人感觉 你别看人家国家 宽度就七十多公里 整个国家细长条 你知道吗 就七十多公里 有时候一脚游 没挂上五党呢 冲出国界了 明白吗 这这个一个队 来 哎呦 有点意思 智力啊 智力在那个国际米兰 那个中卫叫什么来着 小个儿 叫什么来着 这智力 啊 桑切斯 对 桑切斯 智力在那个 不是彼达尔 彼达尔 桑切斯 还有在那个 国际米兰的那个 梅德尔 啊 梅德尔 这是梅德尔啊 梅德尔 我不是前阵子 我在那个 圣西罗 我看的米兰德比吗 梅德尔 就 我看梅德尔 就是我 我就觉得是一个中学生 就是我在看台上 看梅德尔在上面踢球 我说这 too small too young too small 你明白吗 后来我们比赛之后呢 我不是被那个这个相关的这个主办方呢 给我带到那个球员通道那出口了吗 压车库了吗 后来梅德尔过来了 梅德尔走过来了 坐 完了 完了 我说那个 我说梅德尔 你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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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 你能站起来跟我说话吗 梅德尔说 我就已经站着了 我 你好 梅德尔 就是他确实是很矮小 但是特别生猛 那场球实际上他踢了十几分钟就受伤了 但是我看他在那一跌一跌的 我就 哥们 因为哥们是解说远 明白吗 我我对细节的观察 我一看梅德尔伤了 我跟旁边人说 马上要换他 为什么 为什么换他呀 这刚开始 我说他伤了 过一会儿 把梅德尔给换上去 所以当时说 这桑切斯 彼达尔 梅德尔 哇 天哪 这要来 然后克罗地亚 哇 摩敌 天哪 黄金马在里那摩敌 哎呦 天哪 不行 受不了 还有这冰倒 你动了吗 就是冰倒 因为这个实话讲 这欧洲杯 他也是一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就是现象 现象 现象 这个级的球队 觉得这 这国家队一来 完了 这仨一来 这事闹的 我为什么要弄这个呢 因为他就反反光 反反光啊 要不然总有点 好像这有点太白了 这得补点别的颜色 我这聘书啊 聘书 聘书只代表过去啊 荣誉都代表过去 我12月25号好像还去还要去领个奖 但是忽然间发现 这1月10几号 他来不了那么多大咖 对吧 人家 人家说句实在话 人家 他不 没有条件来 然后是大家正在抱怨说 哎呀 这都只能派本国国内联赛的队伍来着 说海外的大牌都来不了 正在抱怨的时候 忽然间发现 中国队自己都派不了 这这这最强的阵容 哎 于是乎呢 这件事 要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 这就他妈尴尬了 为什么呢 一一来呢 王健林人家把这高水平的比赛给你引进来了 对不对 虽然说落户那地呢 大家没想到广西南宁 那肯定是跟商业布局有关系 啊 王健林万达旅游 这这很重要的一个板块 就是广西 广西留三姐的故乡啊 广西桂林 山水假天下 对不对 所以万达本来人家就想在桂林玩 少说了玩个八百一千亿吧 这投投投投入 那你这么大投入 你总得弄一个大的动静 对吧 于是乎呢 这中国被落户广州 广东 广西南宁 对不对 人家 万达人家掏真金白银 把这三个队给你请来 各种的关系给你理顺 给你中国国家队 说创造了这么一好的平台 给你中国球迷啊 带来这么高水平的比赛 中国足协一听说 有人砸钱了啊 就是衣服也 也没有穿的特别厉害 就起来就夸去了啊 衣衫褴褶啊就去了 为什么有人掏钱了啊 所以站台蔡正华也得去 您王健林出现 那蔡正华必须得出现 是吧 蔡正华张健啊 然后呢 当地地方的政府啊 各种几个包括格力 小董 董姐 董姐后来 作为这个主要的赞助商 是吧 这个 人家格力呢 也是赞助这个中国杯 反本买断了 这就属于资本 家玩 玩就是 玩也高兴 你说 你说王健林 马云 然后张进东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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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宏 他们哥四个玩麻将 你说玩多大的 哎呀 就是 很随意 就是 你说 你说玩多大的 你说玩多大 你说玩多大 一票十亿 都不较钱 所以 资本就是 你有事呢 我帮你一把 对吧 你 你 你 哎 你王健林 弄一中国杯 是吧 没有冠名 那 你 你 关系好的 资本家 那给你 给你 缺钱吗 你要干什么 我半个中国杯 有冠名 没有 给你 就这么 关系好的 有业务往来的 有共同利益的 是吧 或者是 相好的 就是大家看着都比较对眼的 想这都不算钱 真的 就跟哥们一样 跟哥们跟 说这个关系好 到位了 是吧 就 很 很简单 提什么钱呀 你看 你看我这衣服啊 你看我这衣服 你看谁的 看见了吗 念三的 王大雷的 王大雷送我的 那我为什么 我今天没 没穿在外面 就是因为短袖 我怕有点 要 植物有 有点太明显 你知道吗 我就 我就想着 就是 我进球了 然后我一掀 一掀 大雷的品牌 念三 是吧 这都 无所谓 哥们 朋友 帮个忙 是吧 大家一起 来把这个事情 给做好 把本身是好东西 这衣服特别舒服 真的 你看他这个 关键 他这个衣服 他这样 衣服有很多种 有一种 就是穿完就扔的 是吧 这种衣服呢 就是他贴身啊 你就感觉到一种啊 温柔的抚摸感 你摸着衣服 和摸着肌肤是一样的 就这个感觉 而且弹性特别好 你看 你看没有 而且怎么 筋拉又筋踹 他惊喜又惊感 对 好 好了 开玩笑啊 开玩笑 好了 那么说到这儿呢 实际上呢 就是说出来一个 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很尴尬 很尴尬 原来 雪想的都非常好 高水平的比赛 高规格的 这成败 世界排名 第六的智力 也不第十几的 这个 第十六的 还第十三的 克罗地亚 再加上一冰倒 大概其二来名 你想 这哥撒一过来 是吧 中国队李皮 组成最强人马 怕一迎战 中国国家队 终于又有机会 在一个悲赛的性质 不是说 整场热身赛 那没什么劲 这可能都有奖金的 是吧 对阵世界强队 想的很美好 想的很美好 中国族协呢 其实也没想太明白 但是一听说 老王这边出钱 光光光过去 过去之后 站完台之后 张健当时也说 我这后来都查了新闻了 张健说什么呢 张健说这个 哎呦我去 张健的表达是 十里春风 各位观众 现在紧急播报 一条最新的消息 12月7日 2017中国杯 国际足球锦标赛 新发布会 在京隆重召开 对外正式发布 中国杯的 会会 奖杯 冠名赞助商 参赛 阵容 票物等相关信息 万达集团董事长 王健林 中国足协主席 蔡神华 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 兼秘书长张健 广西壮族 对不起 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 黄伟经 冠名赞助商 格力电器副总裁 望静东 中国国家队助理教练 兼领队 李铁 智力足协 国家队领队 曼诺埃尔 奥赫达 以及冰岛驻华大使 斯提芳 克罗蒂亚驻华大使 克拉罗维奇 奈博伊莎 哎呦 我的天呐 反正这么多人都来了 王健林说 举办中国杯 是万达集团和中国足球足协的夙愿 听见吗 夙愿啊 希望中国杯为中国的足球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 提供一个新的机遇 万达愿意各方一起 为中国足球的早日崛起 贡献力量 国家队助理教练兼领队李铁 也代表中国队 对即将展开的中国杯 表达了热切的期盘 他表示 现在在国家队 正在为明年的12强赛 做着积极准备 感谢中国杯 提供了一个锻炼队伍的平台 让国足有机会 与世界一流队伍较量 并从中学习 这时候想的还挺好 后来发现 这事呢 没有想到啊 就是 蛮尴尬 这个事呢 就是王献林出了大钱 想传一个局 对不对 想请啊 一些达官选贵 四九城老大 但是发现呢 四九城老大呀 有事来不了 派点娃仔来 这就有点尴尬了 另外一个呢 说给这个 说咱们家的 这厨师啊 也给练兵的机会 做点广东拿手粤菜 但是发现呢 来的嘉宾呢 觉得呢 还吃点西餐吧 你给弄点 煎牛排就可以 然后最关键的问题 就连中国队自己 都传不起来一个 真正的国家队 一度传言 U22来打 后来发现 不行 你就说 U22来打 被打成大筛子了 万达 这不就 这也说不过去啊 我说你刚才你不说你是为中国打12强赛练兵吗 你怎么弄个U22来 这怎么行呢 不行 那么接下来 问题呢 就给了李皮了 李皮实话讲 你要问他 皮哥 你觉得这比赛你想踢吗 皮哥拿手 学家 踢 什么 刚过完圣诞节 我想休息休息 非得来 1月5号 就得集中 你说这事弄的 完了 你说那咱们怎么踢啊 这没有几个队练呢 是吧 你不练上场怎么踢啊 就只能啊 随便传一个队 传一个队 对于李皮来讲 爱惜自己的语毛啊 你就传他这个队 完了 大部分队员都没见过 名字都叫不出来 中国球迷都叫不出来 你就更晃李皮了 叫不出来名字 完了就练个五天 五号集中 十号就打 完了就看 就最后要输个稀里哗啦 李皮这老脸往哪放呢 但李皮 他就是这样 甭管李皮 外皮 人皮 羊皮 拿钱了呗 拿了是吧 拿钱 是不是超过你的价值的钱 是 那就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明白了吗 老李 拿那么多钱 哥这边有一难事 你不能拆台 你得尽最大努力 把哥这 传这局 这戏得唱完 这么一说 李皮就明白了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好比现在呀 真人秀的节目 对吧 十七节目给你 两千五百万 三千万 四千万 这你值这钱吗 大傻都说 不值 但是给你这钱 就其中包括精神损失费 什么意思呢 哥们没准就拿你炒作 对吧 你那明星女的 平常恨不得都得发照片 都得PS的 那拍节目得让你素颜 这多大心理伤害 心里面一万匹草泥马 在狂奔呐 但是看在钱的份上 无所谓 大哥 你再给我磨点锅底灰行吗 没事 没关系 反正就这 不是 就这样吧 反正就是 无所谓 我们看钱 你给钱给够了 就没有什么不能干的 对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 就是 这个道理就是这样 对吧 说任何有 有气节的人 有脾气的人 是 是一般人都管不了 没关系 拿钱砸他 拿钱砸 你看桑切斯 已经被中超钱给砸晕了 昨天 阿斯纳踢着踢着踢着 最后八十多分钟 桑切斯在场地里边 就蹲着呢 明白吗 都蹲了大概只有一分多钟 人那边智商呢 这边都蹲着呢 在球场当中蹲着 就是已经是 就是那种 就是生无所谓了 就在这个地方 已经没什么意义了 因为 有的人蹲着 其实他已经站着了 为什么呢 因为钱太多了 奥斯卡已经跟队友告别了 马上就来 特维斯那边已经累撒疆场了 那意思就是走了 眼泪也流不住 悲伤 为什么呢 就是 有钱 那你说怎么办呢 你就得给人家 你就得给人家产事 明白吗 如果我为什么说 现在我不愿意 就是我为什么就比较自由呢 因为我没什么挣 没什么挣大钱 没人给我砸 他们都想 他们都知道 我是 可能是 那个 特殊材料制成的 他们怕砸 我 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 我不喜欢钱 你 我 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止 让我掉下眼泪的 不止昨夜的酒 让我依依不舍的 不止你的温柔 雨路还要走多久 你钻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的 是承扎的自由 这歌是四三拍的 因为大部分歌都是四四拍的 所以冷不停一弹四三拍 早年间在这个低厅里边 跳完一段时候呢 他有时候会大掌灯一按 玩慢三 我们学校那时候也有五会 五会不是武林大会 五会 我们周末一般在食堂 食堂里边充满着那种 鱼香肉丝啊 什么炒三丁的 米粉肉的那个味道 那种味道呢 和那个荷尔蒙的味道 混在一起 是一种沸沸 密克斯的感觉啊 然后呢 那个时候就是 男生都是 眼睛都冒火呀 就看那个坐在旁边 那椅子上的女生 冒火 借助灯光 就看苗啊 等着就等着 曲子怎么还不完呢 曲子一完嘎嘎走过去了 我我也学人家 我也学人家走 嘎嘎过去了 穿着小白这扇 之前还得拿那大茶缸子 装点热水 运瓶了一点呀 去了 那个同学 我能 您跳舞吗 那女的看我啊 因为她怎么着 我看她 奇不知曲子 一直坐在那 没人脚 因为实话讲 长得就是 确实是 是太难看了 我冷不听看 以为是一男的呢 我看 看特别轻弱 才知道是个女孩 我就过去了 我同学你跳舞吗 然后她看我 她有点犹豫 我说 我说大姐 别装了 奇不知曲子 都没人请你了 好 你和你还装什么呢 就别那么矜持了 生活 你能不能 别玩套路 反正那女孩看我 女孩 我行 我跳 她就起来了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谢谢你啊 你给我让座了 我就 我就坐下了 哎呀 完了 然后呢 这个 说到这个 哎 然后大家现在就共识了吧 就是这台戏啊 就是它是个错误 啊 严格意义上讲 就是你最后实现的东西 和你最初畅想的东西 这中间呢 由于可能是调研的问题啊 还是说是 还是说拍脑门呢 反正是拍大腿 拍胸脯了 反正总而言之呢 最后呢 这并不是说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 虽然说这个 王健平呢 他也在畅想着说 回头可能得找一个时间 这个时间冬天肯定不行 这冬天肯定不行 一定得是六七月份 就是真是说五的联赛都打完了 人家看在钱的份上 人家早晚点休假 是吧 国家队集中 哎 在六七月份 也就是平常欧洲杯世界杯 打的这月份 哎 你给人调来七八天 十天左右 能打一这比赛 也还差不大 大差不差 据说呢 2019年 王健林觉得 绝对不能再玩这个 在年初了 冬天 这玩不了 肯定来不了人 对不对 而18年呢 那六七月份 他有世界杯啊 对吧 俄罗斯世界杯 人来不了 所以呢 据说是明年呢 还是再唱一年 等到2019年 跟国义苏联说一说 把这事定下来啊 18年世界杯 20年是欧洲杯 那么19年玩一中国杯 所以这事啊 只能是 就是就是 到这层面上 也就这样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问题呢 是皮球啊 就踢给李皮了 这个也很正常 我不说了吗 得有人站出来负责任 第一出钱的不负责任 你放心啊 说我自己 我已经出了这么多钱了 你再让我背锅 那不扯吗 那不还有天理吗 还有王法吗 还有法律吗 扯王不读 都拉骨头呢 对不对 王建林是绝对不能背这个 王建林说 我给你搭这个台了 你要找不着演员演 你要不过 这你拆我台 我以后我不给你钱了 中国足协呢 你意思就是说 那反正 他反正既得利益嘛 中国足协 反正有人给他出钱 办这个比赛 你也有利益 对不对 你脸上有光 你中国杯将来万一搞活了 跟你中国足协是合办的 你也本身 你也得负这个责 那么接下来就 中国足协又没办法 怎么办呢 就只能啊 这 这硬着头皮 跟李皮联手 李皮呢 就是挽着足协的衣袖 就李皮挽着蔡振华的衣袖 蔡振华把手插在裤头 就这种感觉 你看啊 咳咳 屁吧 屁吧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不对不对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 走一走 哦哦哦哦 知道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回头 你会挽着我的衣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头 走到玉林路的尽头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没有啊 这是蔡振华的唱的 蔡振华唱的就是 和李皮和我在街头 走一走 哦哦哦哦 我会把手握着我一袖 我会把手揣进裤兜 走到三里腿的尽头 坐在男孩女孩的门口 大概其实是这个意思啊 所以呢 这蔡振华呢 就和李皮啊 就是一块呢 得把这出戏啊 得唱完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蔡振华说 咱跟李皮说 他还组个队啊 李皮说 你那有几个人呢 他说我这 我这有张健 完了 余红尘 我那差人呢 没家 我你是大乒乓牛 大差不差 大乒乓牛都有手上弓 我手门就行 你那仨是吧 你平时我那 我那人呢 现在这样 我有一个宅男 就是戴眼镜那个 没有足球就得死的那个 完了有小胡子 然后有一个翻译 可以 然后还有一个 李铁吧 李铁踢后腰 完了那 也没呢 凑不起人呢 完全那蔡振华说 那怎么办呢 找点外援呢 还是怎么着 找谁呢 严世罗呀 王俊生啊 老了有点 就是没法弄了 最后怎么办呢 就是得把这名单 得拉出来 拉出来是这样 比赛得有训练 对不对 比赛肯定得有训练 你没有训练的比赛 你甭说别的 赢不赢单说 能不能活着下来 都很难说 对不对 就是 你看我们那个 就那次搞那个 业余球员的培训 那哥们来了 参加了十几分钟 准备活动 我看脸已经 快白了 我说你下来吧 我说你这 这还没 这你干嘛呢 你这 我看你这惨白 东哥 我说实话 我最近没怎么踢球 有点累 我说你多长时间没踢球 八年 你说这 没有这个 没有训练 没法比赛 这是 这实话讲 这是 这是科学 那就是中国 中超 确实又没怎么训练 苏宁 成大 这是打完这个 足鞋杯的 国安这边呢 咱们说实话 十五六个亿 也没花出去 还在等消息 新找的教练 我都忘了他叫什么了 说一月初再来 为啥 圣诞节 人家 他们是 上帝赋予他 必须玩 说圣诞节 如果工作 是一种错误 完了 你说别的队 反正也没什么集中 一看呢 就上岗 深花 太大 这哥仨 集中了 你不前两天 上岗在上海 还打这个 热身赛吗 是吧 对苏州东武 然后上海深花 在海口 已经打上比赛了 你想他刚来的时候 他得先练体能 然后才能 练一周的体能 十天八天的恢复 然后再打比赛 老外就说 先跟业余队打 晚上跟乙级队 没准再找一中甲 是吧 一点点 把这比赛的强度提上去 是吧 然后天津太大 刚到澳大利亚 这么着 一看集中了 再一看 其他那些队呀 都没怎么练 这就没法弄了 明白吗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恒大没招 江苏没招 这俩就很正常 是吧 恒大没招 江苏没招 为什么 因为说句实话 没法练 没法跟人开口 人家刚打完 这个足球杯决赛 你高林 好像还在西班牙呢 是吧 政治也不在哪呢 黄东文是美国 看世界杯呢 不是看这个NBA呢 是吧 你这个 你说你没事 你这个 你找人过来 你说你干嘛呢 是吧 你恒大有时候 一年提五六场比赛 你在家国家队 什么的 主力 是吧 这个你得保留 人家积极性 这倒不是说 李皮说向着恒大 什么的 然后呢 这不就是上岗和生花吗 但上岗生花这么 人家 这是笨鸟先飞 人家要打这个 2月7号8号 就开始打这资格赛 你把人家 这主力 给办事给抽来了 这个对人家 训练 这备战一定是有影响 这不用说 一定是有影响 所以生花也好 这上岗也好 你要说球迷有点抱怨 或者是俱乐部有点难受 这个可以理解 有的人还 非说 这有什么呀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这这种说法 大哥 别这样 没意思 实事求是 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有影响 就说有影响 对吧 但是得有一点 这种影响 可能今儿是你的 明天就是别的 别人的 也许前天就是别人的 那恒大 你说受不影响 也曾经受过影响 反正总而言之 这个时间的 这中国杯 对于中国队 打什么12强赛 作用啊 微乎其微 微乎其微 你说一点作用没有 那也不对 那你卢磊也在这呢 曹云定什么的 完了没准 还各把那个新人冒出来了 是吧 对12强赛也许会有点帮助 但是你想和之前的设想 说中国队完整的一套阵容 接下来三月份要跟韩国队磕的 来提早的接受这几个世界强队的这检验 这已经实现不了了 已经实现不了了 但是没办法 我不说了吗 就是李皮挽着蔡振华一袖 蔡振华把手揣进裤兜 不揣进裤兜 拉裤兜 就这事顶在这 没有办法 相互理解 你要说没有上岗 没有 生花 因为打一下资格赛 说你不能招 咱们再看看 您要是除了这 这颗俩 这八个人 你再找八个来 不是说找不来 都是休假状态 还不是强队 你还不好意思找 你把肖志给拎来 有可能张弛 是吧 什么刘彬彬 这倒也行 不是说不行 是吧 但是金波什么的 但你这个 你李皮不说了吗 要脸呢 当李皮撕了这个绑 没办法 得去扛这件事的时候 他也得想一点 别不能玩太大 要被人干个四五比零 没法弄 明白吗 李皮可能最早 真是想把这锅甩了 甩给陈阳 让U22去 殊死拉倒 是吧 想把这锅甩了 但是王健林那边说 哦 我这边海鲜 鲍鱼 澳洲龙虾 北极 那个大龙虾豹 我都给你背着 茅台 1982年 拉飞 完了之后 你 你 你派 你派一 U22来 你这 你打死我得了 你 所以这件事 就顶在这 有些事啊 是可以改变的 有些事呢 直一定下来 他就没法改 只能是什么呢 硬着头皮往前走 自己挖的坑 自己给填上 说这坑不是我呢 不是你呢 不是谁呢 中古苏鞋不是你的 谁说不是你的 不是你的 给你花那么多钱 白花 你得给我进来 李皮说这不是我 跟我没关 我也没想打你 呸给你那么多钱 你干嘛呢 滚 滚 明白吗 就这么回事 至于说 深化 上岗有意见 有意见 那不行 明白吗 你看 你得帮一下 中国租资 这事你得帮我扛一下 我招他四个 招你四个 四比四 阿森纳四比四 这明白吗 就没多招你一个 两边 这一个招五 一个招三个 现在上海已经打起来了 真的 就要是招了上岗五个 招了生花三个 我告诉你 现在已经骂起来了 早就干起来了 这就是你为什么 向上招的少那个 其实这事 就这么想 什么事啊 都是有时候好事变坏事 这事呢 比方说一颗热心 最后变成蛮尴尬 那你仔细说呀 你就是 既来之则安之 你说入选的这些 队伍能没 有没有好处 有点好处 真的 尤其是这些入选的队员 以后可能 啵啵啵啵 不见得跟你续 续约 就这一次入选 就这波名单上的这些人 就这一次入选 就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给你这支俱乐部 带来 多带来两到三千万的转会费 对不对 你说我说有没有道理 你说你现在生花抱怨 这也不行 这也走 有一天李建彬 这什么了 要转会 死货留不下来 打不上笔头了 你拿着这名单 这我们大国 中国币 李建彬 说原来可能只个五千万 因为这八千万 你这样 对不对 哎 你说有时候你得这么想 对不对 你说像 持中国的 催民的 高准业 活人天 惠家康 什么这些 将来你要转会 就拿着名单 什么也不说 就拿着名单 你看着给 那还不都得个六七千万 八千万一个亿的 是不是 好了 我把这事 我把这事已经掰开了揉碎了说了 就别骂了 明白吗 你腹水难收 有的时候就这样 歌起了吊 就得唱完 子一上了台 子一上了台 起了吊 就得把它唱完 这就是人生的无奈 这就是人生的无奈 可是你别忘了 你要把这歌 硬着头皮唱完 兴许 俩做商演的在叠 下来给你安排两场演出 一场十八岗 斑马 斑马 你不要睡着了 再给我看看你手上的尾巴 所以呢 中国碑 就是一个 画了一大饼 但是落地啊 没接着 落地上 落地上的沾了点土 拿起来还热乎 你要说直接扔了有点可惜 但你吃的时候可能有点牙疹 但是 是必须得吃 所以这事总的来讲呢 就这么一回事 大家可能都挺好的 愿吗 都很好的 又出钱的 出力的 出腰喝的 但是呢 就有点不太接地 没整明白 最后呢 也就只能大家一起来弥补 没办法 来吧 看一看名单 咱们说上海上岗 你得出四个 申花得出四个 出哪四个呢 出点熟味吧 吴磊 蔡卫康 严俊林 傅焕 这都是李皮带着在 对备战卡塔尔时候都在那里边 是吧 我没说错吧 好 申花这边四个 曹云定 百家俊 李建斌 百家俊 李建斌 这是 这可能是比较新的人 是吧 毛建青呢 多多少少呢 他有这个速度和冲击力 他还是符合呀 因为高波那个大十二强赛的时候 这毛建青呼声就比较高 是吧 可能毛建青啊 这泪洒发布会赛场 转会到申花 也给了这个李皮一个印象 说这汉子啊 蒸蒸铁骨 这个儿女情长 有可能呢 就来过来看看 至于说百家俊 李建斌 咱们说实话 你这 就李皮很注重防守的 这哥俩呢 反正年轻 体力恢复也比较快 然后呢 作战也比较勇猛 急了自己都踢 所以这拿过来也很正常 秦升反正他是不要的 因为秦升跟 据说跟李皮那边也不是很愉快 也不是很愉快 好了 河南建业 尹鸿博 尹鸿博并不新鲜 因为尹鸿博也曾经多次入选过国家集军队 是吧 现在有传闻 他一多亿要转会啊 那也是河南建业的非常的优秀的一个中场球员 哎对了 我这个原定啊 这周五晚上去郑州 据说 这雾霾影响挺大了 是吧 我们买的高铁受影响不 受影响不 我是想去啊 但郑州这边 不受影响吧 那就行 那我就去 好了 然后就是亚太陪帅和范晓东 陪帅是转会了吧 我怎么记着 好像陪帅是转会了呢 曾经有一度要转会上海生花呀 这陪帅 啊 然后范晓东 范晓东 也是比较勇猛的一个啊 一个 然后冯 您说 绿城降级了 但是出了三个三个国角 冯刚 陈中流 邹德海 邹德海是门将 冯刚呢 是能打后腰 也能打这个 右后卫 陈中流呢 应该讲这个 陈中流 他弟弟应该叫陈抵柱 啊 中流抵柱嘛 这个陈中流有点印象啊 中场中场的球员 还是有一定的技术意识 杨善平这不用说了 辽宁队最后一个大佬啊 剩下 隔几个兄弟全都走了啊 他最后走不走 留不留 反正最后他成为最后的大佬 替中卫的 天津泰达 蔡卫康啊 蔡卫康呢 是边路 胡仁天也是边路 胡仁天呢 是中超啊 就短距离冲刺 据说呢 是排在前列的队员 高宏波当时说 一查数据 哎呀 胡仁天这数据不错 调国家队吧 但是后来都坐上替补席上啊 然后就是高准意 杨启鹏是门将啊 身材条件都不错 白岳峰 白岳峰当年入股 入选过国家队 但那时候他不叫白岳峰 叫白磊 所以说白了 这时隔多少年呢 又回到国家队了 踢这个右后卫 踢边后卫 高准意的高仲许的儿子 河北花幸福 他呢是国庆队 他UR还有这个大连的 这个汪晋贤 96年的 他是这俩是在UR 踢主力的 所谓UR 你最后就来这俩 然后就是延边 终于有延边的国脚了 但是持中国呢 原来是这个上海身心 转会 去年转会过去 踢的不错 中场 这个 那个人球结合 那个劲 是可以的 再加上崔敏 崔敏队长 有点那个 有点那个 就是那个劲 比较硬朗 但是有时候经常断片 防守有时候不是说很稳 反正就这么23个人 来了 实话讲呢 就是 你说这23个人 咱们仔细分一分一呀 你说看上去 都不是说 不是那么 不是很保险是吧 给人感觉啊 这差点 那不是哪里 差点意思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名单 名单里面有学问 我告诉你 中国足球 曾经一度 尤其是十二强赛 起初阶段 场上的队员 大部分 特点不鲜明 特点呢 所谓特点 就是说 这人 在茫茫人海 我直一看他 我就 我就对他有印象 这叫特点 有的人长得很漂亮 但是你会脸盲 你发现 你都不知道张寒雨 张心雨 张雨昕 张 就你分不清了 但是有的人呢 就是特点 就有特点 你看我鼻子 这就是特点 对吧 有的人呢 是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大下巴 大下巴 滤出去 就是搓出去 急了都在那玩高山滑雪 大下巴 这也是特点 是吧 还有大 大耳朵 大耳朵 大腮帮子 大眼珠 大鼻梁子 大眉毛 大脑袋 大脖子 大屁 不是 就是 就是 反正他有点特点 好吧 我们来看一看 吴磊 这都不用说了 蔡惠康 有特点吗 蔡惠康腰多粗 严峻林 长得有点特点 傅欢 傅欢 也是有点特点 编路 这反复 这能力 是吧 尹鸿博 你看尹鸿博 我给他定义的 中超莫德里奇 小白脸 踢的那小球 很优雅的 蛮优雅的 尹鸿博 你仔细琢磨吧 好 曹云定 不用说了 我是曹吹 毛建青 有点特点吧 是吧 拿大石头 干刀马 是吧 街头打架 多年之后 漂流四方 最后落叶归根 这是有点特点吧 至少性格有特点 百家俊 那帮我说了 百家俊 现在在深化当中 我觉得 F4 应该有他赢 是吧 小哥们 这也是边路上下分飞 是吧 你说 你说看上去 好像小豆子一般 是吧 但是呢 这浑身都是劲儿 剪的肉 有点特点 尤其跟曹云定 哥俩哼哈二将 你来我往 有时候还能 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李建斌这特点 就不用说了 李建斌就是 有时候 其实李建斌 这个赛季 咱们客观说 表现还真是不错 真的是不错 比之前要稳一些 关键时刻的 协防补位 深化很多球 都是他最后 舍身忘死 失去身体 平衡 然后把这球破坏 真的 这实话讲 但是那情绪控制 咱们就不说了 因为有的人 他是这样 平常 他可能不见得 是这样一个人 就是人格 有时候 他稍微 有一点偏离 就是平常 可能 就是很 很 就是很乖巧的 一个人 但我说的 不见得是李建斌 我也不认识他 但有时候 一到场上 蛮事牛 就干 配配 曾经就是这样 心理疾病 心理疾病的一种 那你说 我是心理疾病 你是这么说人家 别着急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 全球人类 百分之六十四点 三 九 六八 五 六 七 六 人是 多少都会有心理障碍 心理疾病 所以咱们招病友 不要着急 好 好 杨战平有特点吗 跟铁塔似的 演古代人 都不用化妆 冯刚有点特点 他也是那种 不停的奔跑 陪帅 陪帅这球踢的 有时候有点贵族气息 范永东 范永东 反正 也是有时候 拐那死弯也好 还是说是 有那个出人意料的 那种东西出来 范永东 我解释过他的比赛 白岳峰 你甭说了 也是 编路 胡仁天 胡仁天 慧家康 这都是有点速度 短距离冲刺 高准硬 有点大将风度 虽然年少 年纪轻轻 但那个劲儿 阅读比赛的能力 因为以前小时候在日本提 明白吗 日本就像他这队员 有九十多万个人 持中国 有点特点吗 是吧 拿球那个劲儿 然后分球 中场的控制 小技术 人球结合 崔明有点特点吗 是吧 那劲儿 汪进贤 有点特点吗 有时候一对五 十八岁 然后踢人家 被罚六场 这都有点特点 都不是说呀 所谓不是说那种 你不能说是就是你不能说 哎 这差不多 行 搓堆 来 不是 这个名单 你能够发现 作为李皮 整体战术 他一点不担心 他玩的就是这个 作为李皮呀 太熟了 三后卫 四后卫 三点五后卫 对于李皮来讲 就是像 扒了算盘猪一样 干这么多年 整体这点玩意 大差不差 说句实在话 你甭说他了 你就说我过去说 咱们给队员讲讲 整体 移动 纵身 保护 协防 这些东西 也没有太大差异 差的是什么呢 有特点的队员 一个球队 要有自己的风格 而在一支球队的风格之下 一定要拥有更多 有特点的队员 这个特点 简单描述 就是 他有与众不同的地方 或者叫 有自己的一套 或者有自己的绝活 这叫特点 说我各方面都不错 我比较综合 然后我那个 反正也就是 反正是一个好球员 但是你说上去 能不能用呢 可以用 但是这特点 什么时候用呢 你只有说是 有更多有特点的队员 才能够在整体战术的 这个基础之上 在局部完成 以他的特点 作为核心力量的 这种作用的体现 就是特点 还记得我当时评价曹云定吗 李皮心里非常清楚 曹云定是打不了90分钟 尤其是关键的比赛 体能 或者是他这个类型 早年前沃尔科特 这基本上是这样 你要说让他踢90分钟 可以 70分钟游离在比赛之外 这20分钟可能棒就亮了 有可能20分钟不亮呢 这场你都想不起来 他再尝尝 哎 曹云定 这就是有特点的队员 然后乌磊也算有特点的队员 对吧 蔡卫康有特点吗 你看 所以呢 死马当克拉玛依 怎么讲呢 就是说 这比赛 摆0板的是没什么 特别的意义 但是你既然要打 是吧 你既然要组一队 你既然国家队大部分的这个主力都来不了 OK 你总得完成点什么 完成点什么 你说要赢 大哥 你就把国家队拉来 能不能赢人家 国内联赛的队伍 智力 就国内联赛的 克罗地亚国内联赛的 冰岛国内联赛的 你能赢吗 你也不能保证 所以 人就这样 当你不能够把握住 你一定要得到最高水平的 或者是最高目标的时候 你就先实现一个小的目标 王健林这句话 其实有道理 赢球我保证不了 对不对 我想赢 但我还保证不了 我想锻炼 国家队的阵容 但是我根本没有机会 好了 那你还要打这场比 打这个比赛 你总得得到点什么吧 你总得得到点什么吧 好吧 那么我就争取 能够通过比赛 发现俩仨 三四个 四五个 有特点的队员 有特点的队员能用吗 不好说 可能一时半会用不上 但是你别忘了 大部分这里边的队员 都是八九年以后出生 也就是说呀 实话实说 米皮因为钱能改变人 真的 一个吊儿郎当的人 或者是一个 适才自傲的一个人 当你给他足够多的钱的时候 当你给他这个钱 让他已经产生某种惶恐 你知道有惶恐吗 有时候你挣太多钱会惶恐的 你说不扯王不徒子 我告诉你 你说这话的人 都是你没挣过大钱 我给你举一例子 谢峰北京国安队的主教练 就是代理主教练 1994年还不95 94年吧 国安队AC米来 有一老板说 谁进球给六万块钱 谢峰进了一个 高峰进了一个 哥俩一个人拿六万块钱 你知道六万块钱 在1994年 对于这些所谓职业球员来讲 就相当于 普通人中了个 你要说五百万可能有点多 至少三百万 或者说你帮人产一事 说帮人 说那有一单子 那个交通的罚单 我帮你产了 那哥们给他二十万 你拿着二十万 帮人产了一单子 你拿二十万的时候 你回家的路上你会惶恐 你会有点恐惧 所以呢 我这么说这呢 恐惧的概念 对 所以呢 李皮呢 也就是说 会有一定的使命感 说给我这么多钱 那我得帮中国足协多点事 找找年轻队员 我用我的眼光 我去啊 哎 大差不差 我把这二十多个人 我给你看一遍 看一遍干嘛呢 这不是冲击四年以后的 五年以后的 二零二二年世界杯吗 没准这里边就有些人 就可以用上 到时候我李皮 在不在这都不打减了 我给你先打个样 哎 于是乎就来了这拨人 来了这拨人 啊 嗯 这些队员 你可能有不熟悉的 你有可能也叫不上名字 对不上号 是吧 但是 我这么一扫 我一看 整体来讲 俩字 特点 就是特点 比较鲜明 比较鲜明 你你仔细琢磨啊 那文将严峻林不用说了 这肯定是杨启鹏 邹德海 这都是哎 就杨启鹏的身材 可以吧 那条件 像欧洲教练 署名教练特别喜欢的 那邹德海呢 就是这反应 有时候经常有神扑啊 杨善平 铁塔 催眠 大块 李建编 胡来 不是 就是李建编 有时候 速度啊 高准意 大局观 白远峰 上下 这个 傅欢 上下 白家俊 上下将打 就是打架 然后蔡卫康 腰粗 尹洪博 中国的这个 莫德里奇 持中国 小球拿的 可以 三小龙 胡仁天 乱插 曹云丁 切他 毛建青 冲他 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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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队长给他 赔帅 小鬼弄了完没准 将来有一好前用 培养个前锋 提节提节 比董 董学生不差 得了 就就就就就 就这个意思 基本上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说到这的时候 你是深花球迷啊 上岗球迷啊 你是不是就消消气了 不至于了吧 你就别什么 什么向着恒大了 又向着苏宁了 没有那个向着的 你说这 要放换你 你怎么办 你把政治从 从拉斯维加斯给弄过来啊 还是你把黄鲁门 从美国给拽过来 还怎么着 就这个 你让他来 他不想来 完了 他能给你卖利吗 要换成你 你你你 你行吗 睡梦当中 三点多给你 号起来了 你正睡觉 号起来 早出见 干嘛去 唱歌去 说外边有四个观众 在等着呢 你你你去吗 你就去 你能好好唱吗 不会好好唱 是吧 你不像我 我这一般来讲 我没事 我就扒拉扒拉 我可以说 我这一本品贵 我不会是这样 我不像是这样 我还要唱 我还要唱 这一本品贵 我对你 我还要唱 我还要唱 孩儿和白云 太 resolve 我还要唱 小型 是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让我再看你一遍 从南到北 像是北五幻路 蒙住的双眼 请你再讲一遍 关于那天 抱着盒子的姑娘 擦汗的来人 我知道 那些夏天 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 代替梦想的 也只能是面为其难 我知道 吹过的牛逼 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 让我困在城市里 纪念你 有不少人走了 好 现在开始说正事 说今天的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就是说呢 再见 再见 我会让你来看我 我会让你来看我 感谢观看